第11轮疫苗即将开放预约 为了避免网络流量太大又造成了大档机 将首次采分流至 BNT第一季11号开始预约 开放给47岁以上的民众还有学生等族群 而AZ第二季晚一天提供给56岁以上 接种第一季AZ满10周的民众预约 而鸿汉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在脸书上透露了 10月7号还有8号都会各到一批BNT疫苗 可以补齐中秋假期后两周应到的数量 要是未来的到货也很充足 那么10月22号以后更有望开放23到46岁 等于是全年龄层都可以施打BNT 至于到时候有没有混打的可能呢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最快11月之后公布是否可以混打 另外还有不少的莫德纳孤儿 还在苦等第二季 指挥安陈时中也松口了 他说莫德纳预计三天之内会到货 第一季疫苗覆盖率即将冲破六成 指挥中心6号再公布第11轮疫苗预约 首次采分流至 BNT第一季本月11号开始预约 开放47岁以上民众 12到22岁学生族群 以及所有第9类人 AZ则晚了一天提供56岁以上 接种第一季AZ满10周的民众预约 施打日期都是在15到21号 但接下来如何开放 还要看疫苗到货进度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在脸书更新 疫苗到货进度 10月7号和8号都会各到一批BNT疫苗 数量预期在160万到180万间 加上先前到货完成的140万剂 可以补齐中秋假期后两周应到的数量 但23岁到46岁的青壮年人口打得到吗 如果说有在持续有这个BNT来的话 我们在就往47岁以下开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整个年龄层都包困住了 未来到货如果充足 庄岩翔表示最快10月22号以后 BNT有望施打年龄往下开放 甚至包含全年龄层施打 至于接种过第一季的民众 有可能混打BNT吗 最快要等到11月后才会公布 下一期什么时候还会来 这三天内应该是会了 混打的实验一定来不及 因为BNT才刚进来嘛 我们专家会一同意我们就开始 莫德纳到货时辰终于有点头绪 但数量有多少 指挥官陈时中依旧保密到家 至于莫德纳能不能混BNT 都还要等专家演绎 记者做好饭了